那么就议员指出 现在高雄的凤山跟三民两处 街友收容中心 市府在边编制了25位工作人员 每年编利预算是800多万元 但现在却只收容了25位的街友 那么就还有仓库脏乱 还有食物身躯 种种管理不善的情况 要求市府不如把它裁测 或者是合并 来节省市府的支出 那么市场程序表示 将会针对这个街友中心 委办单位来进行监讨改善 议员零五周大议会指出 三民及凤山两处街友中心 目前分别编制12及13个人 最高可安置街友人数为80及32人 目前却仅分别安置了20及5个人 各有策畅三部 今年分别编列预算高达489万 以及360万元 而且在他作坊两个街友中心时 都发现里头房间凌乱 而且冰箱塞满一堆不新鲜的食物 质疑市府对街友中心管理不善 要求改善甚至合并来节省支出 我说 市长 这个地方实在不需要 这可以担八十个 我们现在进队担十几个 这个地方就不要了 把他叫他这家人 把他搬来这里 这个市局纠结 一年可以省下将近四百万 而且这个地方 现在洪山 大家都没理 这个活动中心 那个地方改活动中心三四例 我们一个月水电机 一年没十几十万块 会让整百人 整千人受益 那就改这个嘛 做深切的监督 不好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委托的部分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这个部分 委托的部分 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公开评见 做得不好 我们现在是不应该委托 我认为对待所有的街友 人道 那我觉得 所有的四周环境空间 都应该要整体 爱厚厚来改善 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 这个部分 我会继续请我们研考追踪 政局表示 愿意续心检讨 街友服务中心的营运 如果收拖管理单位 绩效不佳 就该透过评鉴 决定是否继续委托 市长进一步指出 街友应该被人道对待 并且承诺 尽速改善 而且提升服务品质 整个新闻 王健世 王少女 刘志珊采访报道